各位網友,大家好 最近我一直都在講本地新聞 很少講到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 而今日我這段影片 最主要想跟大家分析兩宗財經新聞 在我未講入正題前 希望大家記得留言、點讚、訂閱和按鈴鐺 另外亦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段影片分享開去 多謝各位 早前香港股市大跌 當跌到18,200點的時候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 將會推出一些利好市場的政策和措施 這句說話一出,立刻令到香港股市 就從低位反彈成3000點 升到22,200點的水平 但今日股市又再回落 好似今日,香港股市又再跌600點 下跌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有關方面 發表了一些不利中概股的言論 他們說什麼呢 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他在星期四表示 雖然繼續跟中國監管機構 砸商 但仍然不清楚 北京當局是否同意 美國檢查人員 全面審查 有關中概股 在美國上市 這些企業的審計底稿 另外他們也表示 就算中美雙方能夠達成協議 都好 只不過踏出了第一步 這番說話 令到投資者再次擔心 由於兩地監管制度的不同 而所引發的 在美國的中概股 是有機會全面退市 這個憂慮 所以令到那些中概股 在美國又市 再遭到拋售 而美國較早前 曾經把五間中概股 列入臨時退市的清單 五間公司 其中包括黃黃醫藥 白濟神州 和百姓中國等等 他現在再加入多一間 就是微博 美國這番舉措 令到投資者很擔心 最終來說 中概股在美國 是有機會 到2024年 將會逐步退市 好了 那究竟中美雙方 就這個審計抵稿 這個問題 這個爭議 會不會達成協議呢 首先大家要了解 其實這個爭議 就不是今天開始 已經持續了20年 由於美國監管機構 就要求中國 除了交會計年度審計報告之外 亦都要將 那些上市公司 在美國上市公司 將他們審計的所有抵稿 都完全交出來 但中國方面 表示基於一些國家機密 大陸的監管機構 是不允許這些公司 交出審計抵稿給美國監管機構的 於是乎雙方就這方面 可以打打談談談談談 打打 一路拖下去 好了 去到特朗普 是任期最後的階段 美國監管機構 立即採取強硬的措施 所以令到這件事件 這個爭議 開始白熱化 較早之前 中國監管機構就表示 它說中美雙方 是有可能就這方面的爭議 是達成協議的 但是今次 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 他就發表這個談話 就無疑是否定了 中方所說的 雙方將會達成協議 這一番言論 以及美國在這方面 他所採取的態度 亦都是相當強硬 他們就說 最終是要獲取到 相關審計文件 令到他們能夠代表 投資者履行責任所需 言下之意 美國在這方面 絕對不會讓步 但是中國在這裏 已經開始作出讓步 他就表示 那些上市公司 除了特別敏感 那些重要資料之外 其他那些審計的底稿 其實可以交給美方去審查 但似乎美方對這個讓步 都還是不滿意 因為美國現在表示 他說美方應該完全可以接觸到 所有審查底稿的文件 和有關公司的職員 以及所有有關審計業務的任何其他信息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明白到 在這方面 即是說 恰談 或者這方面的磋商 雖然有所進展 但是似乎 美國對中方的讓步 都還是不滿意 所以 在這方面 都還是存在著 很多不穩定的因素 也因為這樣 所以令到中概股份 很多都蒙上了 有機會在美國退市的風險 而我觀察所得 我相信 最終來講 雙方都很難達成一致的協議 所以 投資中菜股投資者 要小心留意事態的發展 好了 看完這宗財經新聞 接著我們又看看 另一宗財經新聞 根據法新社的通訊顯示 他們表示 美國政府在昨天宣布 將會恢復對中國352項產品 關稅的豁免 這一宗消息 對中美貿易關係來說 是一宗利好的消息 其實 在這方面來說 拜登在去年10月 已經開始 諮詢美國業界的意見 而其實 當時來說 他有意將中國549項 這些產品入面 看看哪些是符合 豁免關稅的要求 而會採取關稅的豁免 但是最終 只不過得到352項這些產品 是獲得豁免 雖然 是豁免的產品較預期為少 但是 這件事來說 就可以看到 美國對中國產品的需求程度 以及也可以看到 美國現在面臨的經濟壓力 首先 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全球的通脹是相當之厲害的 美國在去年已經是 升上去40年來的高位 表示 美國是今年必須要大幅加息 而再加上 澳湖戰爭 令到全球的石油的供應相當緊張 或者 全球的能源供應也十分緊張 所以油價一直推升至至150美元一桶 而有市場人士估計 短期更加有機會升上去200美元一桶 甚至 俄國也表示 如果俄國禁止這些石油產品出口的時候 這樣 全球石油油價便會有機會升上去300美元 這個歷史性高峰 假如油價不斷上漲 我相信 對全球的核心通脹 上升的壓力更加巨大 現在美國已經開始加息 甚至市場有人士估計 美國加息不是四分一里那麼少 可能每一次要加息半里 以及要連續加息多次 至於息口更加有機會升到三里水平以上 假如息口不斷推升 相信會對美國經濟構成沉重打擊 甚至有機會出現衰退的風險 現在美國民間和一些政黨已經開始抱怨 希望拜登能夠對通脹方面做多些功夫 能夠將通脹壓力舒緩 而其中他們認為 現在將中國產品增加關稅 而最終受害者都是美國國民和美國企業 所以美國國內對中國產品關稅寬免的呼聲越來越高 拜登也是面對著這種壓力 是不得不將中國產品大部分的關稅開始隔面 好了 現在拜登將中國352項產品關稅寬免之後 對他來說除了可以舒緩通脹上升的壓力之外 他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在今年的中期選舉的時候 相信他對中國產品的關稅寬免 可能會成為他政敵或競爭對手的攻擊對象 一個攻擊的藉口 因為中國現在還未完成中美貿易協議中 所規定中國所需購買美國產品的金額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拜登這麼快將中國產品的關稅寬免 我相信他將會受到在中期選舉中的政治攻擊 只不過現在面對現實的問題 我估計拜登必須要在兩害取其興 所以現在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將中國的產品關稅減輕 我相信如果未來美國的通脹還是繼續上升的話 我相信會有更多中國書美產品的關稅 是可以獲得寬免的 多謝各位 好 話這麼快 暑假就快到了 過往一段時間都有不少年輕人和指徑說 有興趣從政 或者最起碼都想了解多些有關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所以今年暑假 立法會議員黎動國黎sir、陳嘉佩、Judy和梓敬 決定招募一班和我們志向相同的學生 做全職的建築生 讓大家可以體驗一下立法會議員的日常工作 獲得錄取的同學仔 會跟黎sir、Judy和梓敬 分別在立法會辦事處坐在一起 以及我們的地區辦事處貼身一起工作 接觸一下包括地區服務、政策研究、媒體工作 以及新媒體、KOL工作等不同範疇 另外我們還會安排培訓給各位同學仔 旨敬已經把報名的連結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 有興趣的同學仔請快點報名 如果你已經不是同學仔 但你有小朋友是全職的大專學生或研究生 甚至高中學生都可以申請 希望到時可以見到你了 謝謝大家